我觉得形体它是有生命的 色彩是有温度的 第一次接触联碰 大约是在十来年前 我有几个国画的朋友 他们在画联碰 我会觉得这个有味道有意思 中国传统大众或者是百姓 对联碰的一个传统的认识 是多数都是那种苦涩清和 但是联碰在我心中不是这样子的 我对它的理解是孕育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之后 一个连再生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涅槃的过程 做任何艺术门类可能都会辛苦 那么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雕塑工作者 艺术家也说 我觉得这个劳动辛苦成本肯定会高于男性 那么我将我的精神肉体跟作品融合在一起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是很享受的 我在创作过程中的失败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因为烧一摇 如果没有20%或多一点的成功率 对我来说是惊喜 所以当时每一烧一摇 我都是很紧张 也很期待 也很期待着惊喜 这种心情很难拿语言表达 那么我在13年创作我的《爱连说》系列作品的时候 就我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跟我的作品同时出现的 好玩啊 然后再又干活了 老大朋友 二开朋友 哎哟天哪 这个我还在辛苦地去工作 还在奔波于三个城市之间 还在高温旁边去看我的摇 还在去朋友 这是老天对我的一个美好的安排 这是我第一次带媒体朋友来我的这个作坊 宋多世来参观 这也是已经近两个月以来 我第二次来警察镇了 上次来呢 是4月份到5月份期间 这次又会近日 把上次留下的作品做一下 这等于是说 上次留下了一些作品 然后我想这次 尝试一下新的优色呀 烧制方式 把这后面的没有完成的 再做完 每一次做作品都这样 因为你会有很好的一个预期 希望它怎么样 肯定是完美的 当你自己看到自己的作品 完美的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时候 那个瞬间的感觉 是你很欣慰的 那种欣慰不亚于 当孩子第一生叫你妈妈 我特别享受和期待那种状态 它是明亮的 它是鲜艳的 它是辉煌的 它是特别耀眼的 它是属于一个人心中最美的一朵花 脸花不落 它说的是有精神 那么当这种质感和颜色和形态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它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生命 才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想把这种美传达给大家的 感谢观看